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首先要请你们喝饮料 太好了 看到你们面前这个五颜六色饮料 你们可以选一种 来喝一下 好漂亮哦 色彩缤纷 每杯都好想喝 而且这种颜色就看上去就是非常好喝的那种 就很有食欲是不是 那我就我先挑好吗 那我就挑这杯吧 酸酸甜甜很爽口的感觉 那我选个红色的 要么就是西瓜汁啊 味道怎么样 蛮好喝的 真的是西瓜汁 就像我期待的那种就是酸酸甜甜的 苹果的 葡萄的 还什么味道 也有一股西瓜的味道好奇怪 真的假的 绿色的西瓜 我这个是纯正的西瓜汁 我能喝得出来应该是鲜榨这种 但你这个能喝出西瓜汁 我真的有股西瓜的味道 是它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可能是我的问题吧 其实关于饮料 我们还有这新闻要给大家看一下 不仅是健康马绿活乐 绿色茶饮最近也是火遍了网络 泰绿 泰式柠檬茶等网红甜品 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喜爱 然而这类颜色浓绿的网红饮料 近日被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给盯上了 该局在对泰式茶饮等网红产品 进行抽检时发现 多批次的产品 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日落黄 那日落黄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着色剂 有增加外观颜色好看的作用 在对网红饮品店餐馆等售卖的自制 泰式柠檬茶饮料进行抽检中 只把人员共抽检20家餐饮单位 20批次产品 检测项目为人工合成类色素 发现有15批次样品超范围添加食品添加剂日落黄 长期或一次性大量食用色素含量超标的食物 可能会引起过敏腹泻的症状 当摄入量过大超过肝脏负荷时 会在体内蓄积对肝脏肾脏产生一定的伤害 天呐我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这个泰率我真喝过 是吧 因为很红啊 朋友圈很多人打卡的我没喝过 但我问他们什么味道 他们说有点风油精的味道 你真的口味很有问题 你知道吗 我喝的是那种有一点色是真的 但会回甘的 但是很好喝对不对 对好喝的 20个这个批次的抽检中 有15个批次是超量添加了人工合成籍 这个比例也太大了 对达到75% 我会不会喝到的就是这个 很有可 所以都变迹了出来它的味道了 剑菜红 腌制红 平时听过吗 没听过 腌制红我倒是听过的 就是买腌制的 我感觉好像是化妆的时候需要用的 但是听到饮料中去没听说过 对不对 但是我也觉得奇怪 它为什么添加的是日落黄 但是出来的这个茶是绿色的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专家 马志英老师 有请马老师 马老师您好 你好 大家好 马志英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食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马老师 我知道刚刚那样 婷婷和这个嘉勋喝的这几杯饮料 都是您亲手调制的 婷婷这杯绿色饮料里面 到底有没有这个日落黄啊 这里面呢肯定没加日落黄 放心可以喝的 不过 这里面有些饮料加了些人工合成色素的 这杯绿色饮料中有吗 肯定有啊 这个看起来颜色就不对 我加了亮蓝和柠檬黄 亮蓝和柠檬黄 就没有听到绿色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场配一下 实验 来看一下 这个是亮蓝 亮蓝 这是人工合成的色素 这个呢是 柠檬黄 所以这个两个颜色呢 是可以配在饮料当中的 咱们看一下啊 蓝的 好漂亮啊 真的啊 但小朋友就会很喜欢中烟 对 哇 哇 真的耶 好绿哦 翠绿翠绿的 如果要淡点的话 加些冰 加些水 淡绿的 对 就是用浅绿色的 对了 对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画画的时候来调那个颜色一样对吧 对 蓝色和黄色是绿色 然后白色和红色就是粉色了 对对对 合成的色素啊 基本上三个颜色 嗯 就是红 黄 蓝 它可以配成许多的颜色 嗯 最常用的 嗯 线菜红 亮蓝 柠檬黄 热肉黄 然后腌制红 红色的 对啊 热肉黄其实也可以调成绿色对不对 可以 但热肉黄的 按照我们国家的食品添加剂的标准当中的 它不容忍添加在茶饮料当中 哦 所以刚才看到新闻 嗯 它是一个泰式的绿茶饮料 嗯 如果加的呢是超范围了 马老师我个问题啊 嗯 就是刚才你说到说这个日落黄特别说特纸不能添加在茶里面 其他地方是可以添加进去的吗 日落黄可以添加在许多的这个加工食品啊 比如一些这个碳酸饮料 果汁饮料 果冻果酱 哦 但是就是茶不行 为什么有些食品可以加 有些食品不可以加 他都经过危险评估以后 他得出了这个结论 记住了 凡是我们主食类的 芹啊 蛋啊 有的时候 就小黄鱼 嗯 为了 哦 对 变黄 对 涂在色素就为规为法了 对 现在冬枣出来了 嗯 冬枣变红用染色的 所以这种新鲜的水果都不可以添加 嗯 那么包括英语口食品都不可以添加 那么一般呢 食品添加一些标准的 加工食品呢 可以添加 但是呢 添加呢 它有一个表的 有个范围的 这个量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控制好 你说的很对的 嗯 吃的量越多的东西 那么它的限量呢 就越严格了 哦 是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食品 添加的这个量 柠檬黄及其铝色垫 不同的食品当中 都有不同的添加量 又或红及其铝色垫 也是0.1克是吧 看看亮蓝 这个相对毒性比较大点 它的最大使用量呢 叫0.02克每公斤 大家看 热热黄里面没有茶饮料 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说超范围就是这样了 铝色垫看到好几回 但我不明白是什么叫铝色垫 它是油溶性的 脂溶性的 这种巧克力 染颜色了 下铝色垫了 哦 我遇到铝啊 我觉得这种重金属 安全吗 你不觉得 他说那种什么铝元素 如果吃多了之后 很容易得那个老年痴呆 在它限量内使用 可以放心的 肯定是安全的 如果超过范围了 如果加量多了 那肯定是安全远回了 铝和铅 共同的特点呢 叫自立杀手 老年痴呆症 跟这个长期的过多的铝色录 都有关系的 对吧 铅很容易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啊 就到我儿童的脑子里 影响儿童的智力发展 小时候就说 你不要老咬 那个铅笔会变傻 食品添加剂的量的 这个规定的 是基于成年人 60公斤体重的成年人 他在评估的 对儿童来说呢 有添加这个食物 或者有色素的食物呢 尽量还是要控制的 天哪 要多吃 对 您说这个控制啊 就说我们平时在家里 这些孩子 那吃那些零食 五颜六色的 因为它吸引孩子的光 我女儿一逛超市 糖 巧克力 加那个果冻 还有那个棒棒糖 越是颜色鲜艳的 它越要挑选 而且我们还跟了一块吃 就觉得 这也挺好吃的 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我们平时在一场生活中 会吃到的一些零食 就很常见 虾条也有吗 对啊 你看我们节目组 洋气吧 我拿个这个吧 拿这个 太鲜艳了 就把可以吃的都留下 果C卷 然后上面还有个蓝莓 然后就感觉还挺健康的 对吧 这里面都是人工合成色素吗 都可以看后面的 这个有一个 配料表 配料表 对吧 它里面呢 都写明了它的原料 和食品添加剂的一些 大类 足足有一百多字你知道吗 我这里面有 幼祸红 胭脂红 剑菜红 日落黄 柠檬黄 亮来 我觉得你要中毒了 亮来 这么多 这个平常是完全不会特别去关注说 它这个里面到底会添加什么 所以我对我女儿做了些什么 突然觉得自己很愧疚 配料表还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按照它的添加量的大小呢 从上 从前往后 越往前的越多 放越多 往后的越少 来我们来看一下 果汁 气泡饮料 好想喝呀 饮料当中呢 它最多的就是水了 然后糖 加一点果汁 气泡的 所以加了二氧化碳 三磷酸酱呢 是防腐剂 二十八甜是甜味剂 后面 热肉黄 柠檬黄 都是色素了 这更夸张 这个有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我的天 铝色垫 糖里面呢 又或红 就去铝色垫 嗯 柠檬黄 铝色垫 亮蓝 铝色垫 电蓝 铝色垫 哦果粽里面也有 果粽小孩喜欢吃的 嗯 柠檬黄 还有热热黄 哇 它有许多这个 它有许多这个 真的 柠檬黄 热热黄 三个的都是色素了 我是不敢喝也不敢吃了 对啊 那我们还有能吃的 比如说饮料 或者是零食吗 还是比如说小朋友的话 就把饮料和零食 完全的就给他不吃了 马老师 您是有个孙女儿是吧 今天几岁了 对 她五岁了 五岁了 你会让她去吃这些零食吗 平时会给她吃这些糖吗 一般我不给她吃 但是她会要求吧 就一般的 还是用比较天然为主 所以说到天然 我就想了 其实在很多食物中 有这种天然这个色素 或者天然添加剂 是不是选择这种天然的 会更好一些呢 它相对呢 安全性比较高 而且有些色素呢 还有点这个营养性 天然色素呢 相对于这个人工合成色素呢 是比较安全 红色火龙果 肯定就很天然 菠菜里面有绿色应该 天然的色素呢 它是从一些天然的动物啊 植物啊 或者微生物当中 原料当中提取出来 它的名字呢 可能大多数取自于 它的这些所提取的植物啊 或者动物的这个原料的名称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蕃茄红素 辣椒红素 辣椒红 姜黄素 哦 姜黄 胡萝卜素 大家都熟了 对吧 都是以提取的原料呢 为名称的 但是也不一定要 大家看 鲜菜红 哦 鲜菜 鲜菜红 它也不是天然色素 对 这个可以死记硬背一下 对 天然色素的名字 都特别稚土 我感觉 没有人工色素 那么阳气 诱惑 腌制 热肉 日落啊 这种东西 现在比较形容词一样的 所以你平时在这个挑选 这个零食的时候 和食物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概念 对 我觉得第一呢 还是给家里的小朋友 尽量少吃 第二呢 即使你要选择吃的话 你还是要学会辨别 哪些是天然 哪些是人工的 而且也要让家里的 爷爷奶奶知道 因为有的时候 在超市里面 就是孙子孙女 就说我要买这个 他们一心碗 就给知道了 就去给买 既然这个天然色素 这么好 为什么还有这些 那么多的食物 像这些食品啊 汽水 要添加一些 人工合成色素呢 天然色素虽然好 但是它有个缺点 怎么呢 它的不稳定性 见光 见酸 见这个碱的时候 它容易变色 尤其是绿的 黄花枝 猕猴桃枝 打成这样以后 就变黄了 对 变黄了 泡的绿茶也是 这里有一个天然的 这个牛奶 这个像抹茶 可以喝吗 可以喝的 天然的 这个绿的颜色 它的是青麦的颜色 很好喝 但是它的颜色 大家都看到 好像没抠天天 那个绿的 是吧 看起来没有那么诱惑 因为我这么明媚的感觉 其实咱们也不要 一味地追求颜色鲜亮 对吧 我们如果在审美上 能够改变一下 接受一些那些质朴的食物 原本的颜色 其实挺好的 我觉得 对 是的 我在那饭店里面 我也不可能说 你就把你的橙子 就放在我面前 给我掀炸 这也有点不合理 对 待会呢 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巧遍这个食物的颜色 看看天然的色素 和这个人工的合成色素 它在不同的情况下 有什么区别 那我要把我这杯 掀炸的西瓜汁带过去 那我也要带过去辨别一下了 怎么样能够巧遍有色食物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 明依实验室 来 这边请 本节目是由一口喝到 五种鲜活营养的 光明优备 冠名播出 欢迎来到明依实验室 您面积是什么呢 透明的就是大家家庭厨房 经常有的白醋 白醋 这个白的呢 就是小苏打 也是厨房里经常大家备的 酸一个碱是吗 对 听您说了 你这也可以碰你的 对 我上学课就好像学过 为什么用酸和碱呢 因为天然色素和人工合成色素 在不同的酸碱情况下 它耐受性不一样 稳定性不一样 怎么说 所以会变吗 对 会变 天然色素呢 变化比较大 大部分的人工合成色素呢 比较稳定 所以酸碱情况下的变化不多 影响不大 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呢 咱们来辨别下 这两种色素 我先拿一个 这是什么呢 黑枸杞 就是天然的 加酸 有什么变化 变淡了 变淡了 变粉了 是不是 变有点大红的了 是吧 是 它是花金素 所以呢 在酸里面变红了 那加了碱以后会是什么颜色 到底加了碱以后 它变成什么颜色了啊 哇 绿 是不是绿 还是灰 灰蓝 蓝蓝蓝蓝 蓝蓝 蓝蓝蓝蓝蓝 是吧 哇 这有神奇的吗 酸 红 解蓝了 那我能试一下 我刚才喝的这个是天然呢 还是那个 你这个当然不天然 肯定不会变 你知道吗 我要试一下 我要感受一下 我觉得是太好玩了 我搅拌一下 一动不动 我心不甘 这可是马上是 亲手帮你搅的 一点就动 再加一个键 不会吧 加个键 我先把它这个 原来的这个摆在这 没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 你多加一点吧 我多加一点我不信 这么多 变白了 少是拿的气泡 就出来了 但其实好像颜色 还是没怎么变是吗 是 跟它气泡去掉一看 它的颜色变了变 这个太神奇了 满满的一杯酥酥 所以我刚才喝的 真的是人工的 那我的我的我的 我试试一下我的 你这个肯定也是人工的 没有 你这个肯定是人工的 我的心态都不好了 西瓜汁我来试一试 是纯西瓜汁吗 一键分明 好稳定啊 没有变啊 没有变啊 你加很多 你超亮了 人工合成 你加那么多还是 哇 这个绝对是人工的 哇 我心里 挺横了一些 因为我经常会到饭店里面 点这种西瓜汁 就长这样的 也没什么变化 可是你闻一下这个味道 真的是西瓜的味道 它现在看着好像鲜榨 而且它里面还会有 好像鲜榨 它里面还有西瓜的那个渣 我来解释一下 这里面呢 肯定是有西瓜原则的 对吧 但是呢 它刚才说了 真因为西瓜原则呢 它的颜色呢 也不稳定 那么有些制造商呢 为了保持这个稳定的颜色 所以它在天然的 在西瓜子里面呢 加了一些色素 所以呢 是它更加稳定了 所以造成以后呢 我会变化了 规范的按照范围 按照它的量 添加 也是安全的 安全的 同样的火 这个火融果 是我自己炸出来的 先炸的 没有加任何的色素 色素 是吧 同样你来做一下 好的 看有变化吧 本节目是由一口喝到 五种鲜活营养的 光明优备 冠名播出 同样你来做一下 好的 看有变化吧 好像有点变淡了 加减 加减 这边是最淡的 对对对 这个是慢慢变紫了 对然它变化不大 尤其加减的明显的 变紫 喝这种鲜榨的 还是在家里面 自己做放心一点 然后在外面的话呢 尽量少点有色饮料 喝白水最好 对 最安全是吧 好 今天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 马老师做客 我们的明依化养生 也谢谢我们的寇婷婷 谢谢我们的吴嘉轩 如果想了解 更多的健康常识呢 可以登陆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明依化养生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